《非正規實習生Uni》 嗨,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你今天想冒險了嗎?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次聯名活動的作品 《洛克人Dash》 《洛克人Dash》的時空背景是在超遙遠之後的未來 海洋幾乎佔據了大多數的生活面積 人們只能依靠古代的能源礦來維持生活 而那些尋找能源礦的人們都被稱為尋寶者 這次在X-Dive中登場的角色 《洛克佛納多》就是一位尋寶者 在10歲那年成為了尋寶者 起初是為了幫助從小撫養自己的家庭中 像親生姊姊一樣的羅露·恰斯凱特 找尋他失蹤的父母 而後則是為了繼承羅露雙親的目標 找到偉大的寶藏 在X-Dive中他的技能配有雷射光束 並且造成持續性的傷害 第二招則是丟出一顆震撼彈 對周招的目標造成範圍攻擊 並且在原地形成震坡 只要接觸到震坡的敵人都會受到傷害 接下來登場的人物是空賊多榮波恩 他對洛克佛納多 抱持著淡淡的愛慕之意 而空賊之名是因為他們使用飛行器 來高速洗劫城市而來 他們會先用強大的火力 癱瘓城市機能 在逐步打劫 城市周到的寶物也都難逃其手 波榮波恩是一個天才少女 負責波恩家族中各種彈洞機械的開發設計 因此他的技能也就融合了這個特點 第一招是召喚出古斯塔夫的載具 只要做上這個載具 就能抵擋部分的傷害 還可以抵消所有的負面狀態 同時武器會變為火箭炮 不此之外 多榮還可以射擊出讓人無法行動的指揮彈 第二招就是小哥布們的活躍時刻 用餐高峰 這一招是召喚出多榮親自設計的哥布 並且指揮他們往前衝刺以攻擊敵人 如果開通了被動劑全員突擊 只要多榮的指揮彈命中目標 就可以再一次使用用餐高峰 在這次的活動關卡中 大家有發現地圖中有許多空冠嗎? 去吃吃看吧 會有小驚喜喔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聯盟活動 我們會在下週的情報戰 介紹這次的BOSS哥布 那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